我們第一次採樣的十五件裡面 十三件是檢驗水 第二批的十五件裡面 有九件也含有這樣子 含有這個雞鞋這樣的成分 我們就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做了兩次採樣來送宴 兩次採樣的送宴 那這個送宴的結果 我們第一次採樣的十五件裡面 我們是有這一個 十三件是檢驗水 第二批的十五件裡面 有九件也含有這樣子 含有這個雞鞋這樣的成分 那我們看得出來 這一個純粹是鴨鞋的比例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 它總是參有其他的一個鞋水 或者是雞鞋的這樣的一個成分存在 因為我們知道鞋的部分在台灣來講 它的量絕對是低於這個雞的數量 遠低於雞的數量 我們如果依照這個鞋的它的一個數量 然後可以取得的鞋血的量 結果要供應目前市場上的一個鞋血的量 供應量大概只足一層而已 大概一層而已 所以其他九層的部分 我們非常清楚的 它一定摻雜了其他的成分在 事實上我們從外觀上來看的話 豬血 鴨血或雞血 事實上不太容易從外觀上來做一個判別 真的要看出來也是比較困難 所以標示是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們大部分買的 大部分都是包裝的 那假如說今天買的是生鮮的話 那真的真的也是比較難 因為在零售市場真的可能也不會標示給你 所以我覺得標示這方面 或許政府可以再去加強這個管理